字幕提供 好就是我們是3D秒機的那一組 然後 等我一下 然後就是我用 就是 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程式然後做出這張圖 然後可能有點不太對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指教一下 然後我先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這張圖 然後我先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你們可以發現就是 這裡面完全沒有什麼all或end 然後就是因為我發現就是 就是在開始就是設計流程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其實我們都可以用單手去完成 然後其實那個流程都就是還蠻固定的 然後我大概解釋一下 然後這個字就是我是用圖片的 所以說可能有點小 然後放大的話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就好像有點模糊 然後用什麼來提示 這個就是 那個 EA 那個什麼 那應該可以算幾天怎麼辦 因為就是我是把它就是拍下來 然後輸出成那個照片這樣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因為如果看不懂的話我會講的 然後就是一開始 就是手 一開始這個 這個符號比較特別 就是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就是把這邊設為一個 begin的點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當作一個開機 就是3D表機開機的動作 然後之後就是 就是像是你們在用印表機一樣 就一定要放入紙張啊 就是A4紙這樣 或是什麼紙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 放入我們的ABS線材 就是它的材料 你要印東西的材料 然後 就是最重要一點就是 就是你放入材料之後 然後你要點選那個 你已經開機完了 然後你要先點選那個 預熱 噴嘴跟基底板 就是它要讓基底板跟噴嘴 預熱到一定的溫度 然後它才可以作用 就是好像我們上次有看一下 系上的3D表機 好像基底板好像要80度 然後預熱噴嘴好像是要兩百多 兩百三 對對對這樣子 然後等到一切都就是就緒好了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檔案 因為那時候我們 其實整個裝置已經都架好的話 就是3D表機會連到你的電腦 然後你就只要選擇你要的 你要列印的檔案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一個步驟就是 點選開始列印這樣子 然後在列印的過程中 就可以去喝咖啡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可能 因為我們上次好像印的滿小的東西 可是也是需要20分鐘 10到20分鐘這樣子 然後之後列印完之後 它會在基底板那邊會 有點像是黏住的樣子 然後你要 可是它其實很好 還蠻容易就是分離的 就是你要動手去分離那個物件 這樣子 從基底板把那個物件分離出來 然後之後看你要選擇是 就是停止動作就直接關機 關掉3D表機 或是你要回去 然後看一下你的線材有沒有 就是太少了之後要補充這樣子 就可以先確認一下線材 然後再繼續選舉你要的印的檔案 然後再繼續就是動作這樣子 然後還蠻簡單的 就是大概上用使用3D表機了 以上就是兩個難題 就這樣是不停了 你怎麼樣 你看他測 pic 我現在在裡面就在馬上做 就這樣了 有問題都會這樣 請我選擇 其他人 如果有要很待的話 然後再去 裡面真正 你們整頂要做後 沒有 這樣子 往下畫也就會 就會起來 這樣 拿著上 能不上 往下畫就起來 他說 你那個 第一條機的FPP 畫出來這個樣子 你不要做一兩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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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不能這樣 所以你那個用海地的這樣 用這樣發好像不太好 用照相了 然後再聽一句話 你應該是可以用那個什麼 SYSAML 不是可以嗎 我就是 因為就是 我還不太熟悉這樣子 然後 他可以直接輸出手機 好 他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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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圖是四旋翼的空投應用 對 然後這是我們FABD 一開始你就要先把四旋翼放在地上 然後可能就要同時啟動電腦 或者是啟動四旋翼就一起 因為電腦要來控制四旋翼 所以兩台都要開 然後這把我們要空投的東西放到飛機上面 然後這個讓它起飛了 然後因為它上面的攝影機可以接收到影像 然後影像可以傳回來讓我們眼睛接收到 然後從接收到的影像裡面可以搜尋難民之類的 然後如果找到難民的時候就可以執行空投 空投之後它就可以返回 就可以飛回來了 就應該要完成它的任務了 但是返回這邊 就是它降落 再下一個就是降落 到了有沒有擺放的地方 或是要讓它在哪邊降落的時候降落 然後如果它就是有需要去其他地方空投的話 就再回回前面再擺放物資 然後再一樣的一直跑到最後面 然後之後如果不用了就再把它關機 然後我們的日子就是有站著 所以你如果會要回到裡面 就是看它想要在哪邊都可以 身上物質在哪裡 可能就是我們要讓它飛得離開 所以你們到底在哪裡 可能就是我們要讓它飛得離開吧 看起來現在很簡單 你再往機器化 你沒有問題往機器化才會發現 那你們現在就沿著上這個MDD再給你這樣 就這樣 好 再一個來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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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是能力的 是誰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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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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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上次画出来的那个context 对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图画出来的这个FM3 然后 首先就是 我们四拳一坐船的时候 然后在消防中心嘛 然后有接收火山灯火之后就出发 然后到火场的时候先与 控制电脑先联系 因为它可以回传一些 就是我们相当的想像是摄影机 所以它在回传那个影像板 然后让我们看到这样 然后我最近有一个地方没有做好事 就是 我那时候想到 想出的想法是 因为我们四拳一会 有灭火跟神还者 两个尽高的功能 那因为这两个功能是 四拳一起动的时候 让我们下指定给他做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 就是 主题是要做的就是 他跟人有关 所以因为灭火神还者这两个事情 其实我们虽然死定走 所以就是 那个四拳一本只在做事情 对 然后这也很受错 然后所以他四拳一进去掉火场之后 自己看到这个无尊无尽 事情完之后 然后就离开他目前的火场 然后再来就是看 假如有其他的地方 就是可能 起火可能有很多地方 然后假如要进入其他火场 就再回去前面两点 然后再从现在自己的地方做 然后最后结束的话 就是离开火场 然后做火场 然后下方的事情 然后两位 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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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雖然就是下指定 然後讓他進去那個區域 我問你 因為他有少了 開啟關的事情 噢 不然是誰在開啟關的 公司電腦面這個經過 那個開啟是誰開啟 不是你超過人的開啟 他就覺得 對對對 超過人的 實際上都有開啟 對 因為假如不是超過人的開啟 當然就不做 不過這個是超過人的開啟關的 好 好 所以說你這個開啟關機是不是超過人的 其實可以幫你開啟關的 但是你要有content 現在content還有水 content只有點你都還要水 那我看在那邊 他們裡面非常小準 好 因為我那時候想過消防的東西 真的是算冷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放在想法裡面 然後想法裡面出白 然後他裡面冷 然後去操作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是 所以你剛剛那個操作 不是消防中心嗎 對對對 所以你是消防中心來做操作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剛剛操作是前面 來的工作 然後那個東西東西 我剛剛 那你現在就是 所以你現在剛過來是消防中心的 這個是消防中心的FDP 對 對吧 對 我意思是這樣子來 消防中心來 然後你現在也是 你現在是消防中心的 但是開除外 所以電腦連線 這個電腦 操控的電腦跟那個開機關系 所以你是要你那種 情可能還少了幾些關系 不過這個現在都不是file 這個都不是最後的情況 因為很可能你 將來會加一些好一些 那個是 還會在可能 因為你要在我家畫的話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好 那回去補一補 來跟廠間補一補一下 好 下一個來 下一個來 下一個 還有下一個 下一個 舐空を塞 Spotlight 前後 就一個 本來是 沒想到 下一個 就要這個一等 上一個有奈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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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來 還了 我先去 下一個 下一個 我先去 快就可以去吧 再次再次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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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去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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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边比较没有 没有达到就是 移动到目的地跟 另外一个是做机械人的准备 可能给他看那个 先开启机械人 然后就是做一些要进入 探寒地点的这些准备 之后才去 并且做运动 然后之后才会进行太阳 之后就是会 让那个可能上面装的相机 之类的就是可以收取资料的 进行资料回传 然后之后在这边有 就是看是要继续做探寒 然后就是这样绕 绕回来 然后不然就是直接 接触 这个 这这个操控者 这个是操控者 这个操控者 这个整个是操控者 不过这个怎么就是从这一种给到这一种操控者在做的 这个是方形的 这个操控者不是方形的 对吧 在开车也不是方形的 它是探钢是机器吧 不是探钢车 探钢车是什么 探钢车是一个探钢车 这个是探钢车 探钢车 这个探钢车是 探钢车是探钢车的地方 所以我东西应该要再加 在开车方面 探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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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探钢车 探钢车 探钢车 溢键探车 探钢车 所以我现在 可以进行探钢车 探钢车 探钢车 因為我會忍不放學 我會看到車 所以你應該是 應該是讓機器走 然後看到車下來 對 所以應該是讓機器走 然後看到車下來 那是 下來以後再操控他 還是操控電腦讓他下來 先讓他下來再用空之間 那你直接讓他下來 用電腦控制上方下來 用搬的上方下來 用搬的 所以你覺得是 所以 應該是機器走 從看單車下來 下來以後 然後你就 開始操控電腦 然後讓這個機器走 這樣子才會移動 所以 這個 這個 移動 到達目標 跟M是什麼東西 移動 按照到達目標 沒有 這邊就是 有稍微打錯 他 就是 應該講 一個是移動 然後另外一個是要做 那個準備 就是 用控制電腦 然後開啟機器 然後 你看機器人上面其他相關設備 之類的 那 那 這個 沒有 移動跟到達目標 沒有 這個就是 算 算是打錯了這個 其實就是移動到目標 跟另外一個東西 對 所以你這 不要按摩的移動到目標 他會這樣 對 移動到目標 跟還有一個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 類似開啟機器人其他設備 然後就是檢查他的轉身 這個要改進 你說 控制電腦 然後 西途一路到目標 然後進行 安勘 然後 之要回盤 那 維三勘車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 這個 這個應該其實 主動剛剛 剛剛 剛剛都下來 然後 操控電腦 讓他移動到 兩隻地 對吧 然後 進行 剛剛 然後 資料回船 然後 回 大概 應該是 滿像 還有其他方式 機器組還有 傳統 操控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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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操控電腦 然後 運動到目標 然後 進行 雜 操控電腦 你要想 你不要因思考說有 M 你對要有一個 M 反正喔 你這樣一個喔 沒有這個為止 你不要自己想說 你對那個 你這個 你機器 你這個機器什麼 你這個不化好的話 你接不下去喔 你要再思考一下 這個機器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除了我剛才講 沒有的話就是剛才的 暫時就這樣 好 沒有啦 算是這樣子 好 接起來 再一個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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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禮拜再服務 那首先就是 這個系統它會確認 就是它為了確認就是 系統裡有多少狀態 它會去掃描這個整個環境 就是它這個動作叫配訓 配訓完之後我們會得到就是資料 所以我們會去把它分析 然後分析這些資料之後我們會去做判斷 它這裡就是分析 就是如果這是一個比較緊急的狀況 就比方說有什麼東西過熱或是怎樣的 那它這個系統它就會主動去修復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那如果它是一個就是比較無關緊要的 然後需要人類去做判斷的動作 那它就會把這個情況就是透過 如果有一點狀態傳達給人 就是你的使用者 然後它會去等就是等使用者去給它指定 然後指定 那它在接收到指定之後 它會再去就是處理 就是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這次可以結束了 這樣 所以你的系統 你的系統一定要是 在這個比方說 我們如果這個系統不做 它會做data analysis 那就是分析就是收集到幾樣的 這個應該是data analysis 就說data analysis data 你要做data analysis 然後就是要它自己去 data analysis以後 如果你看你就要去抓 就比較緊急的 對,他就會自己去處理 對,他如果是比較 就是比較長他就會去 就是需要人做判斷的話 那你這個好像少一個這個 這個少一個 這個是這樣出去嗎 真的 這個是這樣出去嗎 對,也是 所以 所以 那是可以 不過 應該要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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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這裡有畫一個這個 所以你的那個格系統 比較是他的那個 就是這樣 反正你要注意一下 人家的 是 好 好 謝謝 謝謝 這就是我的FNB 然後就是應該就是先拿出機器人 警察要先 for a person 我的person是警察 然後警察要先拿出機器人 然後之後他會開啟電源 開啟的時候就會叫做那個機器人 整特機器人 因為他要整特就是 他費洛伍那麼多 所以會開啟的時候才是整特 然後之後就把他放到地上 然後他就之前就看著跑啊 然後之後就會有一個機器人 如果就是會有達標的路徑之後 警察就可以跟著那個達標的機器人之後 就可以抓來 然後之後到完了之後 把電源拿起來從這個管閉店 然後如果還沒抓來 他就會回到這地上 你從車開始這樣 對 因為你這個是從這裡進起來 是不是開始變得更多轉正 你應該是畫得更多 你應該要重新 你假如是不是要重新開啟 開啟電線 你不要 你不要的話 就從這裡進去就好了 OK 但是你假如沒有都要畫得更多的話 不是說換個地方會再進去嗎 對 對 對吧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你沒有抓到的話 抓到很多範圍 那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關閉嗎 就是拿起來 就是拿起來就關閉 對 所以你要機器人拿起來就關閉 那你還沒抓到時候 你是不是要先拿起來 之後再關閉 還要再拿其他地方 然後再重新這樣 或者是說 你不用 你不用關機 你要換個地方的話 你重新要拿起來再關機吧 關機再拿起來 可是 達標的話 他就可以抓到 達標的話 是抓到換你吧 對啊 他沒有達標的 就硬的 所以從哪裡沒有達標 還是說 還是說 你這個是抓到換年的時候 你這個是抓到換年 對 抓到換年就結束了 你不用換換年 除非你要抓不一樣的換年 哦 對不對 你這個是 跟你說 你已經抓到換年了 抓到換年當然就結束了 除非說 你還有其他換年要抓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對吧 你這個換年抓到了吧 對 抓到你就結束了 反正就這個 這個換 就回去啦 好 好 那你要 你要 你要再抓其他換年 你要重新開始吧 哦 就從 從這裡開始吧 好 還是 還是繼續 你要裝裝機以後 然後跑到其他 檢查 跑到其 其他地方去 然後再重新 再重做這個動作 好 應該這樣子吧 好 是不是這樣子 應該是的話 應該是的話 應該這樣的話 你要 說好 你要抓其他換年 那要從何開始 再做一遍 好 除非說你 你抓不到換年怎麼辦 你要換年 你正正正在抓到換年 怎麼換 你這個是假的 已經抓到換年 你抓到換年 你抓到換年 怎麼換 還是要 還要受傷 好 可以吧 你這樣的話 你這樣的話是 你肯定抓到換年 對 但是你假的沒有抓到 沒有 沒有 你這個已經是肯定抓到換年 這個沒錯 這樣的話是沒過 但是你這個不用 已經換回來了 你抓到換年 還要換回來幹嘛 抓別人換 從別人換來哪裡 你就要想說 我要抓別人換來 是不是我們這個知識點 要收起來 然後 然後 就檢查再帶著 到其他地方去 再重新換 再開支 再抓其他換 是不是這樣 你就 你的設計是這樣的 你要抓其他換年 你要抓其他換年的話 就是什麼 緊張 就是 全部都結束了 還要把自己人抓 收起來 那你要抓其他換年 可以 哦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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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進去 抓其他換 你要收完以後 但是來這裡 還要重新來 直接來嗎 因為地方可以 對嗎 沒事 所以 所以你再講快一點 你說好了 就是他 他在這裡就抓他換 好 好 好 那你這一條線 你有沒有這條線 你沒有這條線 你沒有這條線 好 你都要換兩個 還要 還要這條線 好 你叫做 還要做其他換兩個 沒有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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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假如說 你這裡 你這裡要討論到 假如說 我沒有抓到 還是要搬其他 還是要收集 還是要收集 還是要收一收 收集 不能保證 抓到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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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 你這 沒有抓到 他 就是 沒有抓到 那 有 所以 有兩條路 可以講 你講 是抓到換人 沒有抓到換人 所以抓到換人是怎麼 後續是怎樣 沒有抓到換人 受駕賢 那你抓到換人 惡性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那沒有抓到換人 也是不是這樣子 跟這樣子 蛤 是不一樣嗎?沒有抓到半年是不一樣的 那你抓到我會在這裡抓到半年 抓到半年 沒有抓到半年 另外一條 對吧 所以這裡 抓到半年應該是一個三角形 抓到半年 Yes 抓到半年 No 抓到半年 往那這樣可以 在這裡 對 好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就是說 左追加路 左追加路 左追加路代表Yes 左追加路代表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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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介紹一句話一句話 這個句話是說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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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你當然沒有抓到也可以 你要收 收場 對不對?還是要收 抓到 還有沒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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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話就 就 到這裡 那有疑問的 要再討論 是 他要是 我